另外转看政府研究扩展东涌 建议在市中心界东西两边填海 和增设两个港铁站 可以增加近5万个住宅单位 预计最快2021年完成填海 发展局建议在东涌东和西面 共填海134公顷 其中东面的面积大很多 占120公顷 并且会增加东涌东和东涌西 两个新的港铁站 其中东面填海地 在影湾沿对开 有两个建议发展方案 包括在新港铁站 附近500米的辐射范围 兴建住宅区 并且发展都市中心区域 作为住宅和商业用途 提供38,000个单位 第二个方案 就是发展区域性商业枢纽 建办公室和酒店 以及提供350个游艇泊位 提供的住宅单位就有33,000个 至于东中西面 由于附近有泥滩和红树林 填海的面积只有14公顷 地积比率会按阶梯方式向海边降低 预计可以提供15,000个住宅单位 发展局发言人说 日后公司营单位的比率 会改变由现时的6比4 改为4比6以平衡发展 据民对于填海方案有不同的意见 发展局由即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第二阶段 公众资讯 期间亦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 包括区议会 之后再制定最终的发展大纲图 无线电视记者 郭麗亭报道 就行了 小屹